各位網友院友,大家好,我是院長David 話說在某年某月的某日,幾個星期前的星期尾 在畫面當中坐在我旁邊的這位人兄,即是駕駛的這位朋友 大名鼎鼎的英國中部車神Kengor 就突然間聯絡我,讓我嘗試模仿Kengor的語氣聲調 喂,David哥,不好意思,又要打擾你了 我有事想拜託你,就這樣的,我的車目前出了少少的問題 但是我剛好答應了一個朋友要載他和他的寵物 由法國過來英國,不知道David哥你介不介意借你的車一用讓我開到法國呢? 老實說,收到這個訊息,如果是另一個,我又不用怎麼想即時會拒絕他 但是Kengor,中部車神,如果得罪他的老人家 我真的擔心在英國中部地區開車過馬路會發生意外 所以為求車神大哥保佑我路上平安 所以我當然是一口答應了 誰不知Kengor反而問我 喂,不是呀,David哥 我想問你這幾天有空嗎? 我借你的車當然要你跟車跟我去發國 這麼有趣? 但我怕我右軚開左軚線我真的不好 喂,不是呀,David哥 哦,我駕駛啊 不過想你看清楚這輛車,我怕沒有你的車 同時順便可以帶你去法國看看 找一下好東西吃吧 於是乎就是這樣 兩條茉莉,一個瘋子,一個傻子 就這樣展開了電波之旅 快閃形式地用36小時穿梭往來英國和法國的行程 首先會跟大家說一下 今集的節目內容 除了會跟大家看看 怎樣由綠路開車經過的英法隧道 或者杜倫來往英法兩國之外 同時也會跟大家看看 帶著寵物由香港坐飛機 先到法國荷蘭或比利時 再由英法口岸入境移民英國的過程是怎樣 又會不會很麻煩呢? 事不宜遲 先跟大家說一下由英國開車去法國要準備的事情 第一件事 除了記得帶護照和車牌之外 千萬千萬要記得帶著能夠證明你是車主的文件 即是香港人俗稱的排寶 英文就叫做V5C的汽車證明文件 因為有需要的時候 你可以用這個文件證明你的車主身份 免得有很多問題出現 至於英國車牌 是能夠在法國用多久的時間 基本上是可以在入境後使用一年時間 當然 如果有出有入的情況下 就不止一年了 第二件事 當然大家開車去法國之前 是必須確認你的汽車保險 是能夠覆蓋你在歐洲開車行駛的 同時大家也要記住自己車的車牌號碼顯示 上面是要有一個UK這兩個英文字母 去確認汽車的來源還是英國 如果車牌號碼沒有顯示UK這兩個字都不要緊 但就一定要在車尾的位置 車牌號碼附近隔離的位置 貼上UK的貼紙或磁石貼都OK 沒有問題的 而這種磁石貼在英國的各大汽車用品店舖都會有發售 或公路旁邊的汽車服務站都會有賣 而第三件大家需要注意的事情 就是在法國某些城市 包括巴黎 在未來的時間又或已經實施了高排放車輛不得進入的政策 而各種合規格的車輛就需要根據歐盟排氣的標準 去法國政府的空氣質素證明標貼網站 申請和購買適合的廢氣排放標貼 才能夠進入某些法國的城市和區域 否則的話就很可能需要面對68歐元至135歐元的罰款 如果當大家都準備好隨時可以起行去法國的話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究竟是用英法隧道的法國 還是開車上杜輪由英國多佛港去法國的加來呢? 根據Ken哥給小弟的提示 他就說分別是搭船會慢 要兩個半小時左右 但他的收費便宜些 單程的船價大概都是70磅左右 如果買定來回船飛 大概價錢是100磅至150磅左右 至於使用英法隧道由英國的福克斯通 開車乘搭歐洲隧道穿梭列車去法國加來的話 過海的時間就只需要半小時左右 但收費便比較貴 每程的收費便需要120磅至140磅左右 而雖然說無論是搭船還是用穿梭列車過大海去法國 都最好預訂時間買定飛 但總會有些時間大家會遲了或早到了 而根據Ken哥給的提示 他就說火車的一般情況是 訂了的時間正負一小時之內Check-in 理論上是不令收費沒什麼問題的 但如果是早到了一個小時以上 那就要視乎情況 如果不是早很多都可能會過到骨 但如果是在繁忙的時候 那就要看彩數了 而通常如果早到要補錢的話 大概的收費是50多磅左右 但遲到就比較嚴重 嚴重的情況是需要買另一張飛 而Ken哥就說這種情況 都是遲過一個小時或以後的例子 不過大家需要知道的是 英國人的東西 有時你幸運的話就會有卓情權 而Ken哥也曾經問過職員 職員的答案就是 真的不要遲到超過一個小時 否則真的沒有東西可以擔保 至於坐船 Ken哥就說是會舒服輕鬆一點 因為他說你預訂了上船的時間 前後正負三個小時內到場 都是沒有問題不令收費的 另外也提醒大家 無論是坐船還是捐稅 在繁忙的時間 繁忙的季節當中 等待會是必然的事情 而根據Ken哥所說 有時慢在上來 在口岸當中 等待幾小時才能上火車或上船 都是會出現的事情 所以大家要在車上放好乾糧飲品 以備不時之需 今次我和Ken哥穿梭英法兩地 所用的途徑就是先把車駕駛去福克斯通 然後駕駛乘歐洲隧道穿梭列車 進入法國加萊 之後再駕駛去巴黎的機場酒店 睡一個晚上 然後早上去巴黎的機場 接走目標人物和寵物 立即駕駛去加萊 再乘搭穿梭列車返回英國 當我們進入歐洲隧道穿梭列車口岸的時候 迎面而來會見到第一個閘口 這個閘口的作用就是 讓大家輸入資料同時去Check-in 如果大家早到了或遲到了 是有可能需要補錢入閘 當Check-in成功後 在閘口的機器就會印一張飛出來 然後大家就需要把一張飛掛在車內的倒後鏡上 以便工作人員和海關人員去辨別車輛 Check-in後進入閘 再駕駛一段很短的路程 就會見到一個類似公路服務站的東西 裏面不僅有免稅品店 同時也會有一些小商店沉上廁所 至於大家有沒有需要進去走個方便 繞個圈 那就要視乎大家有多趕時間 而進入下一班車何時會開出 而我們當日因為趕時間 還有十多分鐘就到下一班車開出的時間 所以我們就沒有走進去拍片 不過都不要緊 因為據Ken哥所說 裡面其實都沒有什麼看 沒有什麼賣的 離開了個口岸服務站後 就要駕駛車去海關閘口 過海關的方法是一地兩檢的 在英國這邊的口岸 首先會見到英國的海關閘口 將車停在閘口裡 然後車上各人的護照交給司機 然後司機再將護照交給官員檢查 然後各個成員就將頭凸出來 讓海關關員看一看 如無意外便會成功過關 過完英國海關後 然後便要面對法國海關關口 程序亦跟剛才一樣 沒有什麼分別 成功過關後 職員便會指示汽車 駛去等待火車的地點 未夠鐘入火車之前 大家都還有時間 可以去旁邊的廁所 或者去汽水機 按灌汽水喝都可以 而當時間到了 可以上火車的時候 大家便可以根據職員的指示 通過合適的道路 將自己的車駛入火車的車卡裡 而進入車卡裡的時候 職員亦會指示司機 將車盡量拍得貼近前面車的車尾 去省回車廂的空間 而當自己的車停定的時候 職員亦會指示司機 適時拉手掣和入一波 避免車向後流或有所移動 當所有汽車駛入火車車廂 同時安全的情況下 車內的乘客是可以下車 在火車車廂之內遊走 不過大家要留意 千萬不要在汽車與汽車之間活動 同時要時刻保持警覺 以免發生危險 另一方面 在整個火車的頭和尾都會有廁所 供火車內的人士所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 每個火車車廂之間連接的通道中 都會有兩道閘門 閘門的旁邊是會有開關鍵的 按了開關鍵後 要等兩秒才推門 是會暢順一點的 否則遲了或早了 就會開不了門 或者要用好力才能開門 好了 不經不覺 講講講講 就到了法國 基本上下火車不久 就已經在法國境內公路上 根據Kengo所說 法國大部分高速公路 每邊的行車線都只有兩條 雖然說有部分路段都會有三線行車 但基本上都會見識到 英國的道路建設 網路和保養都比法國優勝 另外也跟大家講一講 在英國和法國開車所不同的地方 不是只有左右軚行駛的分別 其實兩個地方的汽車速度和距離計算標準也不一樣 英國是用英里去計算汽車速度距離 而法國就和香港一樣 是用公里去計算汽車速度和距離 同時間 法國的高速公路汽車速度限制 是每小時130公里 但是這個時速限制也會因為天氣而有所改變 在濕滑下雨的時候 公路的汽車速度限制就會減到每小時110公里 所以大家要留意 記得自己在二十多三十年前去過法國巴黎一次 玩了幾天後 對這個國家的人和事物是全無好感的 甚至是厭惡 所以由那時起提醒自己 沒什麼必要都不要去法國了 而今次小弟竟然打爛了個齋撥 都真是多得Kengo大氣 基本上今次快出地去法國 小弟都依然沒有改變對法國人的不良印象 因為來到法國的公路上 小弟和Kengo都不停地去見識到法國人的傲慢與偏見 在短短的由加萊駛去巴黎的三個半小時車程當中 作為色途魯馬的車神Kengo 竟然都無數次地被從後方而來的車輛 閃燈、向安、推背部 甚至是有人打開車窗開始萬馬 大家可能會以為 是否因為Kengo經常霸著快線行駛 當然不是 這些情況Kengo在慢線行駛都會遇上到 對小弟來說就會疑惑 究竟是否因為招急的法國人 遇上兩線行車的高速公路 而這種絕望和折舵的環境當中 所以法國司機尤其暴躁呢? 還是法國人對於來自英國的任何事物都帶有仇視? 以至於我們的車程當中所遇上的情況 是因為車後面貼了一個牌 告訴別人我是來自英國的 所以就成為了眾子之的 都不得而知了 但對於Kengo來說 這些情況在法國真是見怪不怪的 因為他老人家說在法國開車 真的好像以為自己回大陸 無論是道路的設計 行駛方式 以至使用者的駕駛行為 駕駛態度都如出一切 所以大家就會明白 為何法國會被稱為歐洲大陸 是不無原因的 同時也會理解到 為何法國會和中國大陸這麼友好 當然是因為彼此思想相近 行為類似 雖然對於法國公路 以為法國駕駛者 小弟真是有點而不敢恭維 但對於法國公路的配套設施 小弟又覺得真是有些驚喜 值得英國人學習 說的是公路旁邊 可以讓駕駛者休息去廁所的地方 第一點抵贈的地方是 這些公路旁邊的休息站 駕駛者是可以無限時停泊 也可以說當大家開車 開到累累的時 可以把車停泊在休息站裡 然後睡個好覺 再繼續上路是沒有問題的 亦因為這個原因 很多駕駛車的司機都投訴說 英國沒有這些美好的設計 對於他們的業界人士來說 是非常不人道的 而第二點值得抵贈的地方是 這些休息站的男士小便設施 是完全地採取開放式設計 公眾可以透過透明玻璃 看到當中需要小便的男士 他們在小便當中英偉的背景 這種設計除了非常有教育意義 令到各位女士和小朋友 可以清楚地認識到 男士是如何地去小便以外 同時亦可以令家人 明白到家中的男士身體狀況 可以清楚地看到 他在小便當中究竟有沒有打爛陣 有沒有用手拍在牆壁上借力 又或者有沒有用了很長時間去小便 甚至小便當中有沒有頭暈的情況 都會一清二楚 其實在拍攝影片的時間 我也有邀請到Kengo 想親身地示範當中的情況 但Kengo說他本身並不是一名愛情動作片演員 所以都沒有辦法示範在鏡頭面前小便 這個專業的動作 而在事實上 這些休息站裏頭 除了有一個開放式的小便空間 但其實都有一個封閉式的次隔 所以關注個人私隱的大家 去到法國都無需要太擔心 另一方面 雖然法國會有這種好玩又有趣的公路休息站 不過有得必有失 法國裏頭其實都有不少的公路是要收費的 就好像由加萊去巴黎的路段 公路收費私家車就要給20多歐 有一點值得留意的是 因為法國是左泰行車的國家 所以公路的收費站 無論是拿票還是給錢的閘口 都是要在左手邊的位置處理的 所以如果你是有兩個人以上結伴同行的話 英國開車過去問題都不大 司機位旁邊總會有一個人幫助你給錢和拿票 但如果你是一條欄由英國開車去法國的話 去到這些收費站的時候 你就很可能需要下車禁飛仔或付錢 不過也有另一種辦法 就是去之前買好一些夾夾鬼手 又或是可以插銀行級進去的不求人 都會幫助到你的工具 同時間在法國的收費站付錢 或需要去一些服務站消費 相信大多數英國的銀行級或信用級都沒有問題 問題只是在於匯率和銀行的手續費 而根據個人經驗 目前旅遊歐洲最好的銀行戶口或銀行級 都應該是Sarring或Chase 原因在於每次在外地刷卡都不收手續費 和匯率都挺美滿的 好了 不知不覺之間已經到夜深8至9點了 而我和Kango 有點順利進入了巴黎大高樂機場的附近範圍 未去酒店Check-in之前 Kango 就說有好東西是益小弟 說的是今次行程重點 就是去吃西歐式中餐自助餐 可能大家會說 嘩 英國都有中式自助餐 有甚麼那麼厲害 都不好吃 和大家分享得到當然是有不同的情況 英國人對於食都真的沒有甚麼要求 也沒有甚麼文化 所以英國的自助餐都真的沒有料到 沒有海鮮也沒有甚麼特色 但西歐人就真的有所不同 他們是懂得飲、懂得食、懂得煮的 所以歐洲先進地區的中餐 的確是比英國中餐優勝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機會去到法國、荷蘭、比利時、西班牙等地區 去嘗試當地的中式自助餐 就會發現自己好像進去吃酒店自助餐 除了會有魚、有蝦、有海鮮給大家任吃之餘 更是有生蠔、鵝肝醬放題 而說到女士最喜歡的甜品都真的有二十幾款選擇 而小弟喜愛的雪糕都有十幾款選擇 都真的挑戰大家體重的極限 至於放題的收費就22歐一位 不包飲品 所以人均消費大概都是三十多歐左右 大家想不想知道這間餐廳的資料呢 這間餐廳叫做Food Corner 就真的在巴黎大高諾機場附近 而如果大家不是住在機場附近也不要緊 因為法國巴黎之內都有不少同類型的自助餐廳 有心就上去谷歌地圖找一下 找到就會找到的了 吃飽飽都真的飽暖私藏肉 這次行程我們是預約在機場附近的酒店休息 根據Kengo所說去法國巴黎玩 同時自駕遊的話 機場酒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因為的確會便宜些租 例如足夠一家四口打關斗的家庭房 每晚的租金都是六十幾歐左右 而除了機場酒店 Kengo和公路旁邊的一些服務站酒店 價錢也是非常便宜的 一家兩人房間只有二十幾歐左右 Kengo 也說法國公路酒店房的質素 是比英國那些什麼Travel Lodge 和Premium Inc更優勝 不過可惜的地方是因為我們實在太累了 同時早上起床是有點太趕時間 居然沒有機會拍攝酒店房間的情況給大家看 真的有點抱歉 而事實上我們真的在第二天天尾光的時候 就要出發去實行另一個計劃 就是要去到法國巴黎機場 去野生捕捉一位朋友連同他的寵物 然後塞他們進去Van仔 再用自己的方法把他們帶回英國 為何我要跟大家說到這麼驚險詭秘呢 原因在於法國真是位處歐洲的大陸化地區 同時一直以來都深受祖國文化影響 不相信大家可以看看影片當中 大高樂機場除了多了法文 基本上和深圳機場是沒有分別的 所以都真是熱烈慶賀法蘭西人民得道解放 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懷抱 即是恭喜恭喜法國人吃老美 至於說到為何香港朋友會選擇搭飛機 由香港飛去荷蘭、比利時或法國 然後再由陸路入境英國呢 據說原因無非是為了他們家庭成員當中的寵物著想 因為據說香港去英國的直飛航班當中 只有兩個航空公司去承辦 那就是英航和英航 而這兩個航空公司並沒有設立到寵物機位 即是如果要連同寵物搭這些航空公司 寵物就要在行程當中屈居在冰涼、黑暗的行李艙當中 直到步都十分淒涼的 但這個情況就是飛去歐洲其他地區 不少的航空公司都有寵物機位服務 即是說主人可以帶同寵物一起舒舒服地 坐在乘客座位的機艙裡頭乘搭航機飛去歐洲 同時間據說寵物陪同主人坐下艙飛歐洲行程 寵物連同主人的飛機票價錢 是便宜過直飛英國帶寵物要寄倉的價錢的 不過老實說 詳細情況以入大家需要帶寵物 由歐洲入境英國所需要的資料和證明 我並不太清楚 建議大家需要上網搜尋一下資料 又或者可以直接聯絡一下Kengor 去問他需要什麼東西 去諮詢一下過程 而Kengor的聯絡資料 大家可以在影片下方的資料欄裡頭找到 至於我所知道 由法國綠路海路進入英國 其實情況就像我們由英國去法國的行程一樣 並沒有太多阻滯 也沒有任何困難 需要的只是時間和金錢 因為法國公路要收費 法國渡海去英國也要付錢 而在我們回程的時間當中 因為有寵物的出現 會不會多了一些特別的情況呢 其實只是多了一個程序 就是去到歐洲穿梭列車的口岸集口之前 在集口旁邊會有一條小路 這條小路是通向寵物過關的辦公室 如果大家是帶有寵物的話 打算由法國入的英國 就需要帶同寵物去辦公室裡頭 辦理有關的認證手續 直至完成辦理寵物的入境手續 大家才可以開車去穿梭列車的口岸集口 其實只要有足夠的證明文件 其實都真的全無障礙 十多分鐘左右就完成了 並沒有大家想像之中那麼複雜困難 好了 今集的節目時間是這麼多 我是你們的院長David 多謝大家的收看 拜拜